我國打算要向美國莫德納公司 爭取代工 生產新冠肺炎疫苗 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確實和相關公司洽談中 但視野坦言 產量 技術門檻 以及廠商的疫苗布局 都是關鍵影響因素 傳染力強的Delta 印度變異株進到臺灣 讓國內疫苗需求再增加 臺灣除了對外採購疫苗 靠外援取得疫苗外 外傳國家衛生研究院 希望取得mRNA疫苗量產授權 代工莫德納疫苗 未來若能順利簽約 預估六到九個月 即可生產三到五億劑 國衛院進一步表示疫苗授權量產採購以及開發國產疫苗都是政府同時併見到 的策略 但也坦言 目前授權量產在全球成功的機會都不高 但會努力 至於上一次與疫苗廠談量產沒有成功的癥結點 在於量產的能量 日前食藥署已與經濟部工業局開會進行盤點 至於目前只是臺灣單方面提出希望代工還是已經有初步的接觸 國衛院表示外交人員很努力的在簽線 簽完線之後再由國內接手 陳時中也說目前就是先分工盤點 之後談判才會比較順暢 記者 吳宜邱富財特會報導